让我站深情地望着你 好安我的baby 你帮我迎接燦烂的熟光 迎接燦烂的黎明 今天呢就是非常感谢 感谢我们前来听课的小姐姐 非常感谢 因为今天呢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是我们一年一度的情人节 我想大家都应该和家人和爱人在一起过节呢 本着我们都是有衷的态度 所以呢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呢 我呢初初一小时和大家在线上做个会面 也希望能够将我们安徽的一些耗茶和一些有关常误化的趣味意识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在之前的一堂课呢 这些年呢日本在茶叶方面也发展非常迅速 但是我们更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或者向往的一些茶道表演呢 其实很多人说那是日本的 那我们呢为了正本亲缘 我们就将我们中日长话之间的渊源呢 和大家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茶盏啊 用的这种抹茶的茶显啊 就是还有我们的植壶啊 其实都是日本在唐代和宋代进行的一个浅塘史 浅塘史和浅宋史哈 然后从中国将茶文化 茶树种子和茶苗带回日本进行栽种 它有了日本的一个茶文化的发展 那现在呢日本呢已经经过就是这么多年 几千年的一个演变哈 他们呢其实是完整的保留了我们唐宋 这两个时代的就是煮茶和点茶 这两种茶文化 因此呢我们现在去日本去看到的呢 很多呢其实是源自于唐代的煮茶和宋代的点茶法 那我们回归正传哈 我们说了中日之间的一个文化渊源之后呢 第二个部分呢其实是想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因为我们是我是安徽人啊 我对安徽呢有一个非常 呃 是深切的一个家乡的一个情节 因为我们安徽呢其实是中国明茶的一个 呃 非常有名的一个产茶大省和明茶的产地啊 因为安徽呢它是 呃北纬神奇的北纬三十度 它的这条纬度线呢穿过了安徽的境内 所以我们安徽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悠久的明茶 那我们安徽的明茶究竟有哪些呢 又由此衍生出哪些非常有趣的茶文化和茶俗呢 那我今天呢就和大家做个分享啊 这个呢是李白当年写了我们这个仪线的一个风景哈 这个图片呢也就是我们后来在仪线这个秋天的时候 春夏秋冬啊四街我们都会去那里拍一些照片 他说一线小桃园 烟霞百里间 一多灵草木啊 人上古一关 就说不仅说了我们啊 一线啊 它像一个桃花园一样盛开的地方 一样的地方啊 安居乐业民众 而且呢 它就是每到家家户户开始做饭的时候呢 就是烟霞鸟鸟 就是一片安居乐道的一个生活场景啊 全园风光 那它还夸赞了我们安徽呢 地结人林啊 就是地面很广 而且我们多很多的 就是所谓的林草木就是非常 非常好的 我们以前说林芝是好东西 也是仙草 那其实呢 就是说非常珍惜珍贵 好的一些植物 人上古一般 就是我们非常遵守礼教礼法啊 所以总归一来说呢 是大师先 给我们安徽做的一个广告 那我们安徽呢 其实是以前呢 是一幅六线啊 然后有一个 就是有哪六线呢 有这个奇蒙 一线 丢宁 社线 与其屋远啊 然后呢 就辉州府 这就是一幅六线 可现在呢 我们的物园呢 已经画给了江西 剩下的呢 就其他地方呢 还是我们安徽啊 还属于我们安徽 所以现在大家到那个物园那边 很多人说 我们到物园去看那个油菜花 在解放之前呢 其实物园都是属于安徽的 在解放后 由于行政地区的重新划分呢 就画到了江西区啊 那我们就看一下 其实刚才我已经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我们就是 灰州呢 就是它简称灰啊 也是我们安徽的灰子的来源啊 古城社线新安 现在的新安江呢 也是在我们这个 华山那边啊 就是现在的华山市了 也就是以前我们的这个就是 什么一线社线 修宁啊 奇门啊等等啊 这些地方的一个所在地 那古灰州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像一线射线 修宁 奇门 奇奇物园 是以前古 古时候的这个六线 古智呢 是在射线的灰城 这就是一幅 一幅六线 那现在呢 就是说奇奇呢 它也不属于黄山市啊 它属于我们的宣城市 它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重点 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 就是修宁 为什么说安徽地灵人节呢 是因为我们的修宁线 它是以前的古代的状元线 就前前后后历史上出现了 十九位状元 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是一个文化之乡 所以我们辉学也是 中国三大学派之一啊 那我们安徽的茶室呢 究竟有多早呢 就是说我们不仅人文 非常的这个历史流行 而我们的茶室呢 也是非常的早 早在哪那一年呢 早在汉县殿那一年的时候 华陀是神医华陀嘛 他就在他的这个本 《识论》当中写的 苦涂酒饮可以一丝 这句话翻译过来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时候呢 因为没有什么 像我们这样的红茶呀 像我们这样普洱茶呀 还有黑茶 没有那时候还没有 那时候都是绿茶 因为他那时候 人也不知道怎么喝 反正就就是觉得 这个茶喝起来 其实是苦的 所以称之为苦涂啊 就是你一直在喝 一直在喝这个茶 那你可以就是 有助于帮助你思考 让你的大脑 变得更灵活 就是意 意就是对这个思考 有好处 就是说那个时候 人们已经意识到 我们老是多喝点茶呢 他可以提升心脑 让你的大脑 变得更灵光 更灵活 那就是最早 汉县地时代的 这个记载就已经有了 还是神医华陀 亲自撰写在 他的史论上面的内容 那到了这个东晋时期呢 就是陶渊明呢 他又写了 他就编了一个神话故事 说在晋武帝时候呢 有个宣传人 经常到武昌山采明 这个明呢 也就是茶的意思 就是说 他呢就是经常到武昌山 这个地方呢 山里面去采茶 然后这个也是他的一个记载 陶渊明 他写的就是 采菊 采菊说 东里下悠然间南山 这就是非常有名 我们传送了上千年的一个名识名句 那到了这个时间又往 我们现在又靠近一点了 那我们就开始有一个 共茶的记载了 就是说 你这个茶不仅有 而且不仅多 而且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已经成之为贡品了 可以进贡给皇帝去拼音了 那他最早的共茶记载 是什么时候呢 是东晋原地时代 然后呢这个就是像文桥关与仙城 宣城地带 大家现在都知道 然后呢他就已经进贡共茶 一千斤了 其实那个时候 古代其实给皇帝的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太多了 又多又好 这个三个点呢 就是我们安徽的三个茶室当中 最早的内容 那我们就来说 安徽到底有哪些好茶呢 因为你又说 茶又多啊 又好啊 然后就说 那我们安徽究竟有哪些明茶呢 我们安徽的明茶 你看首先 最当然最首先的一个首当其冲的 就是我们安徽的齐红 齐红呢 他其实有很多很多人的名字 什么群邦罪啦 什么红茶皇后啦 什么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还说的什么就是 就是世界有名的一个三大高香红茶等等啊 这些呢 就是都是我们家喻赋予给齐红的一个 一个就是名字 赋予荣耀 我们说世界三大高香红茶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说呢 因为就为了突出齐红的香气 现在我们很多人喝茶也喜欢喝香的 就说我们看到这个茶好不好喝 就会说 哎呀 这个茶很香啊 这个嘴巴里也香 鼻子里面也香 那我们就认为它是好茶 那OK 那既然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就要给大家介绍一款 非常香的这个红茶啊 尤其是适合我们加拿大人喝 我们加拿大呢 一直比较寒冷 我们很多的女性的朋友嘛 本身特有体寒 再加上这个就是 加拿大的这种寒冷的天气呢 所以我们更需要喝一些温暖的茶 那我们齐红呢 它就是这么一款又温暖又香的茶 那另外两款三大高香红茶是什么 是印度大街里的红茶和斯里兰卡高地红茶 这三款茶呢 都香气非常的非常的迷人 我们齐门红茶你就说 哎呀有好多人说老师你老说它香香香 那到底是一种什么香呢 那我现在就跟大家说一下 它其实是一种融合了什么呢 融合了干玫瑰花的香气 融合了这个苹果青苹果的香气 然后呢还融合了一些蜜糖的香气 所以人们就说呢 蜜蜜香是什么香呢 它是刺花刺果刺蜜的香气 那很多人呢就说 那我不懂得这个这是玫瑰花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呢 你买干玫瑰花的时候呢 可以闻闻它的香气 然后呢你再找一款漆红 你刺激呢就是 深深的细袖一口一口呢 就会发现它里面隐隐的 带着玫瑰花的香气 那还有像青苹果呢 青苹果呢就我们超市里面那种青苹果 当你把那个第一层皮抱了之后呢 你闻闻火皮的香气 其实我们齐门红茶当中 也有这种类似的香气 还有呢就是那种 蜜糖的香气 我们说红茶是甜的 甜了以后呢 它就非常的就是 我们齐门红茶呢 它是一种带蜜一般的甜感 所以呢 这款茶呢就是 老少皆宜 众人嫌 因此它也被 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 同时它也在1915年 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面 取得了金奖 就是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呢 它已经拿到了一个国际大奖 那齐门红茶呢 它以前其实包括齐门呐 东芝呐 福良 整个产区 它遍布六万 就是方力的山地啊 就是那一片山都是 产齐门红茶的 但是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喝到就说 呃这个 呃福良 呃福良红茶呢 它也是 呃其实也是起红 但是呢 它现在因为 呃化给江西了嘛 所以它现在呢 就是江西人自己创了一个品牌 叫富宏 那其实 在建国以前呢 他们都是生产其宫的一个场地啊 那福良也非常有名啊 以前我们白居易的《皮肠行》里面 在描写杨贵妃和唐明皇之间的 爱情故事的时候就说 呃就 就是 这个是 就是白居易写的这个长恨歌嘛 但是它另外一首诗也非常有名 叫《皮肠行》 在上面那个包包里 在那个塔子上 然后呢 他就是会说 他说商人重力清别离 前月福良卖茶去 那那时候其实福良就很有名了 就说福良 福良茶就已经非常有名 但是那时候的福良茶 它是绿茶 到了后来清代以后呢 我们才 就是齐门才出现红茶 所以后来因为齐门红茶的命题太大了 因此呢 我就把它 为易甘成了七鸿 那其实这个七鸿的这个产自于出现的时间呢 是1875年 易甘成呢 这个 就是 他据说是一个官员 然后被下放到福建那边去当官以后呢 他就发现福建的人做的这种红茶 做的挺好喝的 于是呢 他就把这个方法 交给了 就是带了回去 带回了齐门 就是他已经 就是离开福建 回家乡了以后呢 他就把这个 制法呢 就带回了我们安徽 然后呢 我们就安徽 做了红茶 我们为什么就说 其实在这个像这种红茶 以前呢 齐门红茶他非常有名 他非常有名以后呢 他就说 是一定要打上我们齐门红茶的这个原产地的包装以后呢 他才会 就是老外才会认可 就说啊 这个是真正的好茶 否则一旦换掉 就是原包装以后呢 外国人就不认可了 那我们安徽还有什么好茶呢 他还有黄山毛蜂啊 也是中国十大名产之一 很多人买黄山毛蜂 他不知道买的好不好 那我今天呢 就跟大家教大家一下呢 就说怎么样挑选 就你挑选什么样的黄山毛蜂 他才是一个好的毛蜂啊 就我们说这个黄山毛蜂 他有几个很有名的特征 一个是象牙白 我们看这个图片上面 他这个茶牙上面 都是一片白毛啊 白毛然后呢 覆盖在这个 就是牙头上面呢 我们就看着 就是形成的阴影的一个白色 但它又不是很纯白 而是呢 其实是白里面 透着一种嫩绿嫩黄色 所以就像象牙一样 它那种那种颜色 所以俗称象牙白 那黄金片呢 是什么呢 因为早期刚刚采的 第一批的这个 黄山毛蜂啊 它的这个旁边啊 会有一个小鳞片 小鳞片呢 它其实呢 就是是金黄色的 我们称之为黄金叶啊 黄金叶 就是有了这样的一个象牙白 黄金叶的这样的一个黄山毛蜂呢 它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毛蜂 同时呢 它也代表了它采摘的时间比较早 也就是黄山毛蜂 非常有名的一个特征啊 所以人家说 你的这个黄山毛蜂 它的特点是啥呢 象牙白黄金片 有了这两个特征呢 明买的黄山毛蜂呢 一定不会差到哪去啊 那我们黄山毛蜂呢 其实 现在呢 也不仅仅是 就是以前 黄山毛蜂的创始人 谢震安 他在复西那边 创始的这个 黄山毛蜂 我们的产地呢 要随着人们需求量的增大呢 不断的在扩大 所以我们从复西啊 就复制那么奇门啊 设限在这些地方 当然了 我们说 安徽市明察的 这个产地啊 不仅仅有奇红 也不仅仅有这个 华山毛蜂 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非常中国最大的绿茶 太平红奎啊 太平红奎 他就顾名思义呢 就是说 他在太平那个地方 就太平线那个地方 然后呢 他最有名的三个产区呢 就是猴坤猴港区 这样啊 那为什么跟猴子有关系 这个我跟大家说个小的一个 神话传说 就说 有只小猴子 他比较贪玩啊 他就离家出走了 在那里玩玩玩 结果迷路了 找不回家的地方 找不回家的地方以后呢 他就很着急 可是他着急的时候 他爸爸妈妈更着急 于是老猴就跑出去 跑出去 然后就找着小猴 找着小猴以后呢 结果呢 也是翻山越岭 找了寒酒 因为心机如焚 所以他又不吃不喝 不吃不喝 最后呢 他就倒在了一个山岗上面 然后呢 正好遇到一个砍柴的人 他就 老猴呢 就苦吐人言 恳求这个 就是 砍柴的人呢 就说 我已经不行了 如果以后你 遇到小猴呢 就把他带回家 然后呢 还有请麻烦你呢 就把我就地跑坑 给他 埋起来 所以他那个老猴 埋身的地方呢 就现在的猴坑 然后呢 还有猴港和眼价 后来呢 就是这个砍柴人呢 也就是 找到了这只小猴 尽快奄奄一息了 他就把他给带回家 带回家以后呢 他就精心抚养 后来呢 当这个小猴呢 为了报答这个砍柴人呢 他就呢 就在一个很奇怪的树上面 采在先叶 然后带回来呢 给砍柴人 人们后来呢 就是砍柴人发现呢 这是老猴为了报答 他收养小猴 然后呢 在他自己的这个 就是埋坑呢 埋生的地方呢 就长出了一株茶树 这株茶树的叶子呢 它非常非常大 做出来的茶叶呢 也是非常外形睽萎 所以呢 人们就把这个茶叶呢 为了纪念老猴 就称它为太平猴奎 那我们在就是太平猴奎呢 它其实也在1915年的时候呢 巴拿马万国 国兰会上面 它活动活金一下啊 所以就是也是 各个有名的一个历史名堂 那我们说太平猴奎 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是这张图片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是两页报一牙 你看我们很多人冲泡这个太平猴奎 它不会冲 我有一次 就是是我亲身经历啊 我有一个同学呢 他是在就是 外地交这个茶叶 当然了 因为我们太平猴奎呢 产量非常的稀少 所以基本上在安徽省境内呢 就被消化了 只有少量的一部分呢 在北上广那些地方 被人买去购买去 所以真正的见过太平猴奎 为真言的人呢 并不多 那很有我有一次呢 这个朋友呢 他知道我是安徽人 他就会帮我 请我帮他一些小忙的 买点猴奎 给他寄过去了 回过头来以后呢 他就有一天给我留言说 明明他我觉得 这个猴奎是真的非常好喝 但是呢 他就是味道太淡了 那我当时一惊啊 因为我们喝猴奎哈 从来没有人说过 他味道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用这种 炮制的方法 就是我们一次会炮 大概五克左右 五克有多少根呢 大概18到22根左右 一次性送到这个玻璃杯里面 然后呢 开水也没过这个茶叶之后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像绿色 水中的绿色小森林一样 淋漓起来 漓起来 这叶子漓起来 所以我们喝起来呢 其实是味道的 味道滋味呢 其实是比较纯的 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厚度的 而且呢 我们还觉得 它香气非常的高扬 兰花香呢 就是高爽 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淡呢 我说那你 把你泡茶的这个 呃情况拍给我看一下 我后来发现呢 他就拎了一片叶子 在杯里面泡 我说你这样泡呢 是不行的 我们安徽人泡后悔的方法呢 是用18个到22根的后悔 一起送到杯子里面 我们要用那种高的 圆圆的那种圆筒的 那种长生杯来泡 就又能看到茶叶的一样 就是样子 然后呢 我们又能喝到非常好喝的茶汤 所以茶好不好 以及茶汤好不好 不仅取决于我们 买的茶叶好不好 它更取决于你会不会泡它 所以在以后呢 就是我也很非常想通过 每一集每一集的这个 呃公益讲座呢 能跟大家分享 就自己家里面现有的茶 你们怎么去泡 把它给泡出好喝的茶汤来啊 那我们讲远了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 正因为我们侯奎呢 它是两页包衣啊 扁平挺吃 而且呢 它是白蚝饮 就是它的这个牙头上面 蚝也比较多 安徽的茶 大家会不会发现 就是其实是 茶汤都比较多 嗯 那我们就有 侯奎两头肩 不笑 不散 不敲 不准备啊 而且呢 我们这个是叶麦呢 就在这个叶梗的 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阴影的 红丝线的啊 这是我们侯奎 查的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标志性特征啊 所以大家可以 如果家里有侯奎的话 可以拿出来 拿出来以后呢 可以看一看 这样按照我说的方法呢 去冲泡一下 当然我们这种水温呢 一般在90到95度啊 或者是你想香气更高一点 你水温可也可以高一点 但不建议用刚烧开的水 冲泡啊 然后我们就说 它的那个 就是不仅有兰花香 而且滋味呢 它非常甘甜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美好的词 送给它 比如说什么刀枪云机啊 龙飞凤舞啊 等等啊 我们甚至 有人会说 快说 第三个 不好意思 耽误了大家一分钟时间 那我们再说一下 安徽的第四大名场 鹿安瓜片 鹿安瓜片呢 其实是想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它不仅产致于我们安徽 鹿安金寨那边 它也是就是源自于 就是鹿安金寨那边呢 号称将军县 就是因为走出了中国不和国 很多位的将军 因此呢 它被视为是红色革命基地 而且呢 鹿安瓜片呢 它有多有名呢 就是说当年据说 自己生下这个光绪帝之后呢 它也直指每年 能够拿到这个就是14两 14两就是14两瓜片 就说以前他当妃子的时候 是拿不到那么多 就拿不到那么多瓜片呢 因为瓜片那时候其实是贡品 但是他生下就是大清王朝的 最后一任皇帝之后呢 他也仅仅是 就是每年的瓜片的品颖量呢 发了一番 也没有多少 所以就是说 瓜片呢 在就是清代呢 也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那我们到了现在呢 它也是我们中国 唯一一种没有梗和牙的绿茶 就是说你当你喝到瓜片的时候 它持有叶片 没有梗也没有牙的时候 就是你说我没有见过这个茶 那我就可以给你 送你一个小小的判断哈 那十五八九就是挂片 因为首先绿茶呢 它是要 就干茶的时候呢 它是绿的 然后你泡出来茶汤呢 它也是淡绿色 或是嫩绿色 或者呢 就是浅绿色 那我们就是喝完了 那个茶叶的叶底 你看那个叶子 它也是绿色 那我们就是绿茶 我们说绿茶有三绿的一个特征 那它现在呢 其实花片呢 它不仅具有三绿的特征 而且它呢 还有上面 你看这个形刺瓜子 这是窄窄的 像我们以前老人家 刻的那个葵花籽一样 它就是上面还有白双 我们就是通过特有的工艺 叫拉老火的工艺呢 它进行开始就是 拉出来的 因为我们说瓜片 是非常难得和珍贵的 也就是说中国的十大名茶当中 有四款是我们安徽茶 那是不是觉得今天很过瘾 在今年春天以后呢 我们可以有机会 举办线下的这个 银茶活动的时候呢 可以请大家去一一品尝 我们安徽的这个四款银茶 那我们刚才说了 就瓜片的产地在京湛县 和御安区 御安区其实是后面的 两处大别山北路 我们说瓜片的这个发源地 就是和猴坑猴葵的这个发源地 猴坑猴港岩家一样 那瓜片的发源地呢 就是我们的蝙蝠洞茶厂 这个呢就是我们瓜片 采制的一个 一个就是图片 你看从采摘下来以后呢 我们就放在那个竹铁上 让它就是晒晒干 就像我们做雪梨红 那个咸菜一样 我们要先把这个也就是叶子 放在外面晒晒让它们湿湿水以后 你才方便去揉它们 要不然硬邦邦的一折不就断了吗 所以当我们这个 当我们的水分湿得差不多的时候 大概达到了六七成干的时候 六七成的时候 这个六七成的这种状态的时候 那我们就开始放到锅里炒 你看我们的炒瓜片 其实是很简单的 就是我们这种 以前人拿了一个小扫手 我们称之为芦苇走 然后呢在锅里 再来回的推搓拍 然后呢我们用两个锅 一个呢就是热锅 一个呢我们称之为一个 生锅一个是薯锅 薯锅是为了做造型的 你后面喝到的那种 类似于瓜子形状呢 就是在薯锅里面做出来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 就是这个拉小火啊 其实我们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让它定定情 把这个温度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拉 老火的这个和小火的这个篮子 只不过是小火和老火篮子的 它大小不太一样 我们就来回拉来回跑 我们称这种动作叫两步半 就是你走两步以后呢 就把它给剁到火上 然后呢换个手以后 大概几秒钟以后呢 然后你再把它抬开 抬开的距离有多远呢 也是两步半 就成年人的两步半 大家可以量一量 大概在一米多吧 一米多以外的 然后我们再进行翻一翻啊 然后把下面的产业翻上去 这样就来回 师傅大概一梯要90几个公里啊 就说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拉完火之后呢 我们还得去把它摊在外面 我们摊在外面之后呢 让它再把叶脉中的水分呢 再走一走 就说你看 因为叶片比较薄嘛 叶脉比较厚嘛 所以你就是我们就跟我们做 做很多的菜一样 你可能菜叶子炒熟了 你的菜可能它有点半生不熟了 要闷一会儿 这就是让我们的叶脉里面的水呢 再跑一跑 所以呢最后呢 我们就再把它给 再过一次拉老火啊 最后一次水分走得差不多以后 我们再拉一次老火 就彻底干燥干燥以后呢 然后我们消费者喝到了以后呢 茶叶呢 就是拉老火的 最后的茶叶啊 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 大家能不能看哦 因为我上次在给大家 报视频的时候 就没有就没办法看 啊 啊可以的 可以 那就是我们拉老火的一个这个 物质网啊 那一般都是在场地上面 多一个火垛子啊 火垛子这个里面 大概要一百多金炭 一百多金炭呢 能烧好长时间 因为他们是用了一亩炭 所以这个火温中间 会达到七百多度啊 因为我们拿过那个点纹枪测过的 所以这里面要七百多度 只有这样 师傅不断的在将篮子放在上面 让热气 破过篮底之后呢 直接冲到页面上 然后让它不断的干燥之后呢 只有这样 循环往复的来回的拉篮 红篮 之后呢 就是才能够 我们才能喝到 就是历史上的 非常有名的一个 瓜片茶啊 你看 它会有这么多的好茶 然后呢 我们随之孕孕而来的呢 肯定是我们各种各样 于茶相关的一些风俗习惯 那我们有哪些呢 像我们有的早起茶呀 进客茶呀 历史茶呀 报喜茶呀等等 一般我们在跟老人 在一块相处 住在一起的时候 一天 那肯定是 在辉州的地方呢 他们的习惯就是 那媳妇肯定要早上起来 扫地呀 妈桌子呀 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庭院打扫干净之后呢 我们就是泡茶 给长辈泡上一杯浓浓的滚茶啊 而且我们 辉州呢 是礼仪之乡 所以我们在给长辈 奉茶的时候呢 一定是双手奉上 应是恭敬 这就是我们说的 一个茶道礼仪 方面的一些小的 技巧啊 就是在辉州的时候呢 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那辉州除了这个 呃 就是 早上的早起茶 我们还有进客茶 我们说 克莱奉茶 其实是中国 不仅仅是辉州 也是中国 呃 长期以来的一个 呃 就是利益 传统 那我们就说 如果家里面每个人来的话 我们跟他说啊 来了 来了 我们泡杯茶吧 喝杯茶吧 其实都是我们 流淌在我们血月里面 跟值在我们祖先 赋予我们的这种 礼和礼节啊 就是我们说 克莱奉茶啊 我们给客人倒茶呢 倒个七分满 差不多了 因为呢 如果你倒太多呢 别人喝不下 而且呢 我们说茶有 茶到七分 七分满啊 留得三分人情贼 那就是我们喝茶呢 不能给他倒摊满 倒摊满呢 其实是有 有感别人走的这种 呃 这个隐喻啊 那我们说了 这个就是 早起茶 除了这个克莱奉茶 那我们还有一个历史茶 其实刚刚我们过完年啊 过完春节啊 因为在春节是我们 呃 就是一年的节 节中之首 我们除夕的时候 守岁的时候呢 在辉州呢 人家是要喝点茶的 然后呢 我们要喝点茶 吃点茶点啊 我们来守岁 到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全家人呢 就坐下来 喝茶发喜 什么叫发喜呢 就是我们在桌上摆上 很丰盛的茶点 然后呢 我们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是我们家 我妈妈她是用那个果盒盘 装着什么瓜子啊 花生啊 什么 嗯 糖果啊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就是胶业啊 是妈妈自己做的胶业啊 等等 我那个小果盘 我记得到现在 我还记得 我很小的时候 那个我们家买的是 那个下面是断 带着转轴的 然后呢 就是四分 一个圆盒 分四分 那种小小果盘 我相信现在可能在座的 呃 姐姐或者是 那就是 就是你们家里面应该 都应该 以前有过这样的一个小果盘 那我们大年初一的时候呢 就会把这小果盘给摆出来 摆出来以后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 作为就是说 大年初一 红红火火 然后我们就只会讲 我们整一年的这种市场都非常好 我们就是这个仪式呢 就非常隆重 叫做历史茶 就是大盐大利 就是大吉大利啊 那我们还有一个叫报喜茶 在回旧的时候呢 就如果你家里面有小孩出生的时候 那外婆 出来报喜 是外婆出来报喜 然后他如果端酒壶呢 那就是女孩 如果是生男孩呢 就是端茶壶 可见就是茶在 灰州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啊 那我们到了小孩 到了满岁的时候呢 就要喝满月茶 周岁的时候呢 要喝周岁茶 那读书了要喝启梦茶 当学徒要喝白石茶 茶在我们整个 灰州人的一生当中 他贯穿了灰州人的一生 从他呱呱落地 一直到他就是 呃就是 走完一生啊 茶在这一生当中 都伴随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 拜师茶 专师茶 我们拜师要封茶 那种婚礼茶 就是不仅仅在灰州啊 现在我们很多地方 可能茶宿不太一样 像我们在合肥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结婚的时候呢 呃也是要给父母双亲 奉上一杯茶啊 这个婚礼茶 然后父母喝过 您孩子递过来的茶之后呢 他会给 带给孩子们一个一个 大大的红包哦 就是这就是我们 结婚的一道 必不可少的流程 在灰州呢 他们也是这样 其实我相信在全国 都有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我们就是 我们为什么说 茶在婚礼当中 非常的重要 我们不仅要给父母去洞茶 这是在之前 就是我们下定的时候呢 我们以前也是有一个 呃说法叫三茶六礼啊 三茶六礼 然后呢 这个呢 其实我想跟大家讲的就是 呃 我们为什么说 结婚的时候 我们会有三茶六礼 你看我们 大家有没有记得啊 在红楼梦的时候呢 就是有有这样一个话 就是说 王西凤就跟那个 呃林黛玉说 你既吃我了 吃了我家的茶 不如给我们家当媳妇吧 那为什么是这样说呢 他正说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呃 以前人啊 他说 他这样说 他说凡种茶树 必下子 一职则不复生 不聘 就是不俗聘妇人 呃 必以茶为礼 就是说我们就是 如果你种了茶树以后 他一定会有茶子 茶子都在这个地上面 他又生出新的小茶苗来 所以你移植过以后 茶树 他们认为把茶树移走以后呢 茶树就不再生长 甚至会哭死 所以用茶来表示这个 就是嗯 就是女子的争结啊 还有就表示坚定 对情感的坚定不一啊 等等 对古代的时候 聘礼是用茶 有祝福 永结 连礼 从一而终 坚真不一的意思 然后呢 也是祝福亲人 婚姻美满的象征 所以就是说 嗯 基于这个 呃 这个说法呢 王西凤就 故意来打气 呃 林黛玉说 你急吃了我家的茶 不如给我们家做媳妇吧 所以 林黛玉呢 也觉得就是 那个时候呢 大家其实都是知道 这种风俗的 因此呢 就是说 在整个《红楼梦》当中呢 他有很多处 有关茶的这种说法啊 比如说 珈牧喜欢喝老君梅呀 嗯 宝玉喜欢喝普洱茶呀 女儿茶呀 啊 对 林黛玉喜欢喝龙井啊 呃 就是等等 这些呢 其实我们大家 呃 留心一下 从我们的文学作品呢 就我们一些非常经典的一些传统文学作品当中呢 我们都能够发现 茶在其中呢 扮演了非常多的一个 客串了非常多的一个角色啊 嗯 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茶礼啊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 客来奉礼 奉茶呀 也是我们茶礼 包括我们早上的早起茶 就是 回旧媳妇给家中老人奉茶 他也是一个茶礼啊 那我们还有呢 就是说 其实古代的诗人呢 他们对于茶的这种礼仪 和代客之道呢 也说了很多 比如说 这个杜来写的这个寒业里面 寒业客来 茶当酒 就说 那么冷的天 有朋友来 有客人来 以后呢 我们有酒 就煮壶茶 来招待客人 啊 煮炉汤沸 火出红 就说我们那时候呢 其实小炉子 他就是汤呢 支持我们这个水茶汤 因为以前 我们很多喝的是煮茶 啊 宋代喝的是点茶 所以那时候煮茶呢 就非常的普遍 很多人现在就是我们 现在都是用这么盖碗呀 用这个什么茶壶来泡啊 那我们也可以跟古人一样 我们也可以去煮嘛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老白茶 还有老的这个 呃 舒服 你都可以喝喝 你要是 呃 前面冲了几道以后呢 就可以拿过来煮一首 都是可以 平常一样 穿全月 才用梅花便不同 就说你平时看上去 外面的景色 也都普普通通的 但是才用梅花 就一只寒梅 呃 斜斜的生出来一只 一只 然后呢 再加上 就远客而来的这种 喜悦之情 所以我会觉得 外面的景色啊 一切都那么的美好 一样 所以就是世人通过这个 呃 以茶代客的这种 呃 讲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 那我们再讲一下 最后再讲一个 简单的一个 小的一个礼 啊 就我们很多人 在外面喝茶的时候 嗯 他会说谢谢 其实我们在茶人 真的在茶人喝茶的时候呢 咱们不用这个 谢谢两次 咱们用手 舌头轻轻的点两下 为什么上面有三张图片呢 我给大家说个小点锅 它是源自于什么呢 源自于乾隆下江南 当年呢 乾隆也非常喜欢威夫斯吧 所以他下江南的时候呢 他就带着大臣啊 宫女啊 侍卫啊 然后呢 就变装 来到了茶馆 呃 他就觉得那个茶博士啊 他这个倒茶的 非常的有趣 这个动作 所以他就 要了一壶茶以后呢 他给自己倒完以后呢 他不要给这个 旁边的人倒嘛 那旁边的人不是宫女 他就是侍卫 要么就是大臣 所以皇帝赐茶 其实是一件 非常荣耀的事情 一般是要下跪三寇九拜的 所以呢 就是那大人 大臣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威夫斯坊 所以不能够就是当着这个茶馆里面 那么来来往往的人去跪下去 那怎么办呢 还是大人 那就是大臣的这个脑子比较灵活 他灵机动了 他用两只 两个手指头 代替了他的两个膝盖啊 他就这样跪了一下啊 轻轻点了三下 意思我已经三口九拜了 那我现在呢 就是说 我们演变到现在呢 就是有三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是 扇出一只手 点三下 表示谢意的是 有哪些人可以这样做呢 比如说您是长辈 您是领导 或者您是非常非常 德高望重的一个客人 那您可以 就是 伸出一只手 来点三下 表示谢 那如果咱们俩都是朋友 都是平辈 那也不分高低大小 也不分长 那就是年长年幼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用 比如说我们是望年教 我们就用什么呢 就用 就是两根手指头 来代替 然后呢 轻轻点两下 表示谢意 但是呢 如果 我是晚辈 我呢 就是 学生 如果我的老师 给我 奉茶 或者是我们家中的长辈 奉茶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 轻握一个小拳头啊 然后呢 向对方 扣三下 表示谢意 这个呢 就表示 我对对方的一个 非常非常 尊敬的 一个感谢 所以呢 这三种情况 大家不要用反了啊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程呢 讲到现在已经 也已经就是到了 就是五十了 那我们还有一些呢 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些 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 或者是我们在给 别人做一些表演的时候呢 都说 我们应该怎么办 就我们经常会看到 电视上面有什么 凤凰三点头啊 就是 一拉 二拉 三拉 这样 连续拉三点 那什么意思呢 它就是 我们泡茶者呢 向下面的嘉宾 会表示感谢 就三鞠躬 这样呢 一方面呢 其实是 寓意向来宾三鞠躬 表示谢意啊 表示欢迎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让我们的茶叶 在杯中呢 翻滚 让我们的茶汤呢 会更加的融合度 更加的好 你就喝起来 口感会更好 那还有一个呢 放置茶壶 如果 家中 比如说你要是泡茶 招待朋友以后呢 那我们这个茶壶的红嘴呢 不要对着别人 为什么呢 一方面是不安全 因为我们茶壶当中装的是热水 热水当中呢 其实是有水蒸气 水蒸气呢 如果你正对着呢 它不小心太近了以后呢 容易被水蒸气给烫伤 所以呢 就是我们一般茶壶呢 是频频地指向我们的茶杯 而不指向客人 就胡准啊 还有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珍茶 直到七分满啊 留得三分任期 在刚才呢 我也跟大家说了 就说 如果加州有客人来的时候呢 不要倒满 倒个七成满 六七成满就行了 好 那我们 很多人 其实这个谜语呢 会在很多的场合 都会出现 比如说 我们会告诉大家 请大家来猜一猜 米兽是多大呢 那茶壽是多大呢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 我们的米兽呢 就是八十八 因为呢 就是 我们的米 分成上下啊 然后上面是不是一个倒八字 下面是一个八字 是吧 然后呢 我们中间是个十 所以呢 就是八 八一个八 一个十一个八 就是八十八 所以我们说米兽呢 就是八十八岁 那茶壽呢 为什么说是一百零八岁呢 所以呢 因为草字头呢 我们是指为是二十 二十呢 中间这个人呢 就是个八啊 我们又把它认指为八 然后下面是个十 然后呢 就是二十加八十 是不是一百零 然后那两点呢 又是一个八 所以呢 就是一百零八岁 要说大家能不能 能不能记住了 就是如果以后大家再遇到这样 类似的米语的时候 大家可以一菜也就准了 给你告诉大家分享这么多 啊 我们纯州贸院时呢 呃 有一句非常名著名的话啊 就是说 饮茶一分钟解渴 饮茶一小时休闲 饮茶一个月健康 饮茶一杯子长寿 我也在此呢 在 呃 这个非常特殊的节日呢 祝 呃 每一位 就是前来 呃 就是听我们 收听我们讲座的 呃 每一位嘉宾 都健康 长寿 开心 好 那我今天的课程呢 就到此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聆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中最美的相遇 朝安我的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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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